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Pi币啊 那这个Pi币呢是发展了好几年的时间 它现在的一个用户呢大概是有6000万的一个用户 那由于它一直没有上线主网 那有几个交易所呢就强行把它的币呢 有上架到它的一个交易所里面进行一个交易 那比如说火币上面我们看一下 火币上面Pi币的价格呢现在是35美金左右 那然后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也有几年的一个时间 叫做XT.com 它这个域名还是挺好的啊 光这个域名应该就值几百万吧 那这个交易所上面呢它的价格是1.6美金 所以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套利的一个空间啊 那当然这一切的话要基于未来Pi币 能够成功的上架到交易所 然后进行一个互相的转账的一个交易 那这个套利的话才会成功 所以这个风险肯定也是巨大的 你看这边是你看这边是1美金是吧 这边是30多美金 那这种交易所强行把别人家的币上架的一种行为呢就是说 呃他预就是说这个交易所预计这个币未来肯定是会上架进行交易的 然后呢他现在交易模式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火币里面去买入这一个币的话就相当于交易所欠你这个币 然后未来等这个币上架以后呢交易所会把这个币打到你的一个账户里面 所以就是这样一种叫做IOU的一个模式啊 那这一切成功的前提呢都是基于这个Pi币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这个Pi币它未来能够发展的非常顺利的话 那这一切呢就是可以实现的啊 那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一下这个Pi币它为什么发展了这么多的一个用户 发展了这么多的一个线下的一个用户啊 这个Pi币呢它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比特币虽然说名气很大 但是它已经高度的中心化了对吧 现在比特币价格的走势基本上完全有几个巨金说了算啊 因为他们持有的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散户的一个总量 他们完全可以决定比特币的波动上还是下 他们都是完全可以决定的 那Pi币呢它是不需要任何人投资一分钱的 它是直接在手机上面点一下每天就可以挖矿了对吧 不用你去买那个矿机 那这是它的第一个解决的问题 那第二个解决的问题呢是 它是通过人传人的方式来进行传播的 它这个模式呢就是完完全全利用了那种传销的一个模式 你拉的人越多 然后你挖矿的速度就越快 然后你账户里面的Pi币就会越多啊 这个非常简单 那这个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它现在最新的一个机制呢 就是锁仓的一个机制 它现在因为预计2024年底好像是要上主网了 所以它现在推出这一个锁仓模式来就是说 你账户里面的币锁仓 比如说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 三年也好 锁仓的越长 锁仓的越多 然后你挖矿的速度就越快 那这个也是这个Pi币比较聪明的一点啊 它完全就是说掌控了这种人性和这种心理 那它这一套机制推广出来呢 使它的一个整个Pi币的网络得到快速的一个扩张 那在线下是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个用户 那要说起来这个Pi币呢 项目方从运营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亏损的 一直都是有大的一个资金方在里面去投入的 那但是这种投入呢 也是换得了用户的一个信任 因为用户不需要投钱在里面去嘛 对吧 那如果Pi币发展的好的话 在未来它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就是说全球的一个日常用户的一个支付的一个APP吧 就有点像那种支付宝微信那种功能啊 就是让Pi币实现日常的一个现实里面的一个支付啊 那相关的Pi币的各种资料呢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去查看到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Pi币的模式是认可的 你觉得它是有可能会成功的 你也可以去注册一下去试一下它这个手机挖矿 去体验一下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注册链接呢 我放在视频的描述栏里面 包括这个XT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我都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给自己一个接触新事物的一个机会啊 那这些视频就讲到这里